好 这一场鞋 来 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哎 有同学肯大了闷了 老师 咱这不是基督同龙问题吗 好吧 今天一堆困惑 对吧 先是疑惑到底今天是讲啥 对吧 是动物界的事还是侦探剧 到了这就变成了 怎么变成了车了呢 怎么鸡和兔子就没了呢 其实实际上同学我也能够看得出来 通过前面的题目 咱们是已经掌握了基督同龙的解法 那下面无外乎就是给你不同的数量而已 但是换汤不换药 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再来去进行继续练习的话 肯定就不是咱们在课堂上需要做的事情了 那么基督同龙为什么有的时候 会成为咱们小学数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就是因为基督同龙它更重要的是这种假设法 这种化规的思想应用 所以我不一定非得有鸡和兔子 我可能会有别的动物 或者说可能连动物都不是 可能是其他的事物 但同样也可以满足基督同龙的解法 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通过下面的一条题目来感受一下 在一个停车场上 有车辆41辆 其中呢 汽车有四个轮子 摩托车有三个轮子 那么这些车发现加在一起 一共有127个轮子 问一下三轮摩托车应该有多少量呢 虽然这条题已经没有鸡和兔子了 但其实同学们 问问你 跟基督同龙像不像 想想 基督同龙是不是就笼子里面 关着一些鸡和兔子 然后头有多少只 脚有多少只 问各有几只 现在的龙子呢 现在就是停车场了 对吧 然后呢 你的鸡和兔子相当就变成什么了 三轮车和小汽车 然后呢 同样的这个量 四是一辆 这个相当于代表了就是 头 对吧 你想你以为你的这个小汽车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摩托车也好 咱肯定一辆一辆数的 你不能说这个摩托车摆在这儿 哦 这有两辆摩托车 但像就一辆嘛 对不对 这肯定是不对的 那就相当于如果你看到有一只小鸡摆在这儿 你肯定说应该有一个头 你不说 这肯定有两只头 哦 好吧 这肯定变异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很明显 脚相当于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那个轮子 所以其实你从这样的角度来一一对应 你发现 这其实跟青红龙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把鸡和兔子转化成了三轮车和四轮车而已 好了 那可以从学 对于这样的题目来讲 自然方法还是一致的 通过假设法 假设停车场上停的都是四轮车 或者都是三轮车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能够解决出来了 那接下来大海老师要问一个小小的问题了 我如果想就直接就能把三轮摩托车的量数求出来 你告诉我 我应该先假设这个停车场上应该都是什么车呢 想一想 应该先假设都是什么车呢 想求摩托 我要想直接就能把摩托求出来 那我应该要先假设什么 这样我能够求出来的就是另外一个量 都是汽车 非常好 我是不是先假设都是汽车 那么这个时候你最先求出的 是不是应该是另外一个量 是不是也就是摩托车了呀 好了 那可以从学 对于教育来讲的话 当然你除了这样做之外 我也可以就反过来 我先假设都是摩托车 那么会先把汽车求出来 那不要紧 再用四十一解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各位同学来同样的花点时间 自己来做一下吧 好 各位同学怎么样做完了吗 好 那接下来跟随老师 咱们看一下这道题的解题过程了 好 那么我们先假设的都是三轮摩托车 那么应该有123个轮子 那么发现跟题目当中的叙述相比 少了四个轮子 那么自然就可以很容易能够求得出来 我们的汽车应该就有四辆 那么最后就可以求出来三轮摩托车应该是有37辆的 那么对于这道题目来讲的话 大家会发现虽然没有鸡和兔子了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叙述当中 其实跟基督同龙的叙述非常的相似 给出的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三轮车和摩托车 但是同样事物相对都给出了脚的核和头的核 所以我们在来做题的时候 如果发现题目当中给出了两个量 或者说两种不同的事物 但是又给出了这两种事物的两种核 那么一般这样的题目 我们就都可以用基督同龙来解决了